金鱼 金鱼是一种不变的观想巡洋鱼类 而且它们的表现特征非常多样化 这些品种是由遇从车被遇而生的 在这个影片中 我想解释早期的预算者如何成功地配预出双围金鱼品种 双围金鱼有很像分叉的围基 围基骨价由脊椎和中座骨骼组成 这意味着双围金鱼有分叉的脊椎骨 而其他脊椎动物物种并不出有如此分叉的中座骨骼系统 这表明在鲸鱼生化过程中可能发生了罕见的基因突变 2014年我们发表了分叉的维股骨骼源于固定基因突变 鲸鱼是胚胎被扶走行政模式最重要的基因主义 我们证明了分叉的维股骨骼的行政需要 在两个最近重复的鲸鱼基因主义中发生种子密码组图片 也有报导指出,在多数的模式生物中 鲸鱼基因的图片会到底只是表形 与这些鲸鱼图片的同物不同 鲸鱼可以存活的很好 大概是因为其拥有重复的鲸鱼基因 一个鲸鱼发生了图片 但另一个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鲸鱼基因的这种旁系同源物 可以铺产突变的鲸鱼基因功能的降低 此时重复的鲸鱼基因可能出成了三维表性的出现 而三维表性是由中国名代鲸鱼饲原者和爱荷者 选择培育的 现在我们可以在鱼缸里看到双维鲸鱼了 感谢你观看主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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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重复的鲸鱼基因可能出成了三维表性的出现 而三维表性是由中国名代鲸鱼饲养和爱荷者三维表性的出现 这些重复的鲸鱼基因可能出成了三维表性的出现 这些重复的鲸鱼基因可能出成了三维表性的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